作者 海外探克香格里拉对话会 将于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 美国终于想起自己手里还有印太战略这张牌 5月15日 川普团队两名高级成员在国会听证 宣布将制定一个实施印太战略的细则 美国军方亚太事务负责人薛瑞福揭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含义 即保证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免受压迫 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权 共享海上自由 越来越走向开放 川普在2017年11月访问亚洲时就曾提出了美国版的印太战略 可知道半年之后才着手实施 其实是另有引擎 海外探克认为 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美方发现这么一个真理 能够对韩国北林产生最大影响力的 依然是东亚大国 川普如果想通过让某国契合来拿到一个高分 就必须满足停止美韩军严等条件 否则 韩国的北林就会像现在这样 突然暂停与韩国的高层对话 突然向美韩施加压力 美国需要寻找到一个可供交换且不必付出太多代价的筹码 于是白宫终于想起了印太战略 按照美方的想法 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措施 就是与亚太地区的盟友一起保证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和太平洋诸岛的秩序 而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加强战力 让盟友们放心大胆地对潜在对手施加威设立 最终目的就是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领地位 不过现在看来 美国的如一算盘很可能落空 原因无他 川普的美国优先削弱了自身的优势 几乎摧毁了本国在亚太地区的根基 美国在奔向重新伟大的道路上 对盟友出奇的刻薄 贸易纠纷导致印太战略的三个核心成员印日澳 纷纷脱离这一空想的体系 一句话 印日澳不玩了 也玩不起 四方联盟实质上已经散火 在最后一丝幻想破灭后 印度也加入反击美国的行列 根据媒体报道 印度在欧盟和日本之后 也向WTO提交了 针对美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的清单 作为对川普征收钢铝关税的报复 钢铝关税将导致印度多缴纳1.65亿美元的关税 印方则针对美国产送驴油 豆油 钢油等加征惩罚关税 如果美国不能豁免钢铝关税 印度还要在WTO提起贸易诉讼 日媒17日报道 安倍内阁考虑对美国征收报复性质的关税 规模约为4.1亿美元 这个数额与美国针对日本征收的钢铝关税差不多 日本自以为是美国最信任的盟友 可白宫的豁免名单里 居然没包括自己 这令安倍备受打击 哀莫大于心思 日方对美国的完全失望 让中日关系开始回暖 在美国的步步级逼下 安倍选择对华和解 甚至提出要把印太战略与带路倡议对接的建议 这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初步放弃了印太战略和对华围堵 川普的钢铝关税将导致欧盟28国损失16亿美元 欧盟因此也对美国的大米 花生油 玉米 酒类等加征关税 预计截至6月20日 欧盟将对价值33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为了自身利益 西方集团内部开始互掐 欧盟加日本印度合起来 有30个国家 他们集体讨伐川普 这也动摇了一些亲美国家的信心 面对美方的倒行逆施 澳大利亚也坐不住了 探赫在原创文章 欧盟28国和日本向美国宣战 川普接下来要洗劫澳大利亚 李提到 由于陷入美元陷阱 澳大利亚面临惨重的损失 为了止损 一向甘心给川普当枪使的特恩布尔也慌了 派出负责贸易的乔伯普华破冰 却受到冷遇 一方面被美国卡了脖子 另一方面 由于土澳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充当反华级先锋 对华关系出现较大的问题 紧张与冲突已经延伸